羽球一哥周天成,昨日在南丹四强顶珠压力搬到地主选手挺进金牌站。 路透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世界排名第六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, 昨日在南丹四强顶珠压力,以16点21分,23点21分, 21点17分逆转印尼名将金庭,抢下我亚运羽球南丹首张金牌站门票。 落败的金庭获得铜牌,而他在后手放时坦言自己失误太多, 并打赞小天防守实在太好。 在本届亚运会世界排名12金庭协助地主第一南丹之姿在逐场出赛, 16强就颁倒今年世锦赛金牌日本桃田显斗, 8强又打退里约奥运金牌陈龙,表现十分优秀, 请继续往下阅读,而周天承择在首局虽掌握不错开始, 但在12比7领先时,却被金庭在后段打出14比9攻势, 拱手让出第一局。 次局周天承在4比7落后,却先拉出10比2攻势, 金庭虽很快赶上,追成19平, 但小天回过神话显为夷,连下两场拿下第二局, 第三局金庭顽强将比分追至13比15, 但体力却明显下滑, 而小天则在关键时刻火力全开, 积极抢攻,也撕破了金庭的防守, 最终以21点17分挺进金牌战。 赛后金庭接受印尼媒体采访表示, 第二局自己已经全力进攻, 无奈周天承手得实在太好, 让他自乱阵脚,发生较多失误, 让周天成能扳回第二局。 金庭也表示很高兴自己能为国家夺得一枚铜牌, 而谈到周天成金牌战将对上自己的同胞克里斯提, 金庭仍是看好克里斯提能把握主场优势, 可以在决赛中击败周天成, 金庭佐不敌周天成, 拿下铜牌, 法新, 射。